祝你愛的 從長節來到榮民之家 為榮民助壽 總統大清德 屢次肯定他們 公在中華民國 前不久我去金門 參加823炮戰 66週年的紀念活動 大家共同合作 團結守護台澎金馬 也因此才有辦法守護住中華民國 感謝各位 我們去保駕會 在國慶隔天 特別前來關心榮民 榮民伯伯藏不住喜悅之情 只是這口音 似乎讓總統聽得有點吃力 聽到眉頭緊皺 需要旁人幫忙解說 才聽得懂 卻讓榮民點滴再心頭 但前一天國慶演說 總統才強調 113年中華民國政統 如今探視的榮民 又以泛藍居多 國民黨內有人先打破沉默 我們藍營的同志或是一些學者 有點低估了賴信德 昨天的國慶談話 錯誤的去解讀說 他走回中華民國 賴信德是用別人的公馬牌 來拜自己的祖先 尤其藍營論述基礎 整一點一滴流失當中 不過對於臨時缺席 國慶大典的前總統 馬英九 黨內也有人 看不過 出其他就是幫賴信德背書 或怎麼樣的話 那韓國瑜在那邊 你不就打臉韓國瑜 那蔣萬安跟侯友宜去了 那個那他們不就無地自容呢 很樂意見到賴總統 清德兄 提到中華民國 清德兄 我們一起來慶祝台灣光復節 國民黨是 創建中華民國的政黨 我們的堅持的理想 從來沒有任何改變 所以政統自居 但總統一襲國慶演說 只是稍往光譜 中間看齊 就挑起藍營內的路線分歧 TVBH的林煌龍 希望瑞瑞 台北報導